全球现场时间持续来关注到这个俄乌战争 那么在昨天呢 俄军又再一次的发射了这个匕首超高音速飞弹 来攻击乌克兰境内的一些目标 并且也摧毁了乌克兰南部这个尼古拉耶夫地区 有一座燃料储存的设备 那么这也是两天内呢 俄军是两度动用这个超高音速飞弹来攻击乌克兰 那么这一次呢 俄罗斯的国防部是宣称 俄军还从海上发射了飞弹 来攻击乌克兰北部地区奥夫鲁器的一处训练中心 一共击毙了100多名的乌克兰特种部队成员 还有外国佣兵 那么这个俄国国防部的发言人 科纳申科夫就说了 俄军在这个黑海离海的军舰上呢 发射的是口径的巡异飞弹 攻击乌克兰的这些军事基础设施 那么在几天前呢 也就是3月18号的时候 莫斯科当局呢 就曾经宣布说 俄军发射了这个匕首极音速飞弹 摧毁的是这个乌克兰西部的一个军火库 当时也是俄军这一次呢 史上第一次在实战当中 使用这一款武器 一起来听听俄国国防部的最新说法 Caliber cruise missiles were also launched from the Caspian Sea and hypersonic air-to-ground missiles Kinjal were launched from the Crimean airspace they destroyed a large storage facility of the Ukrainian armed forces near the settlement of Kostantinivka in the Mykolaiv region this facility carried out the main supply of petroleum oil and lubricants for Ukrainian armored vehicles in the combat zones in the south of Ukraine again I believe that he's taking these kinds of steps because as was described earlier his campaign is stalled he's not been able to achieve the goals as rapidly that he wants to achieve as rapidly as he wants to achieve them and so he's resorting to types of tactics that we see on display every day and again this is really disgusting 另外根据多家平面媒体的报道呢 俄罗斯当局也在今天表示哦 遭到围困超过两个星期的这个 位于乌克兰的东南部城市马利波呢 现在正在上演可怕的人道灾难 但是呢俄罗斯当局说 只要当地的军民缴械投降的话 就可以透过这个人道走廊来撤离 俄罗斯的国防控制中心负责人呢 叫做米兹因塞夫 他提议说呢 只要这个基辅当局在莫斯科当地时间 清晨五点之前呢 积极回应这个缴械要求 马利波的人道走廊呢 将会在莫斯科当地时间 21号的上午10点呢 大约是台湾时间的 今天下午3点钟要开放 那么届时呢 这个平民就可以往西或是往东来疏散 他还表示呢 截至目前为止有59000多人 已经撤离了马利波 不过当地仍然是有13万名的平民 可以被当作人质 那么在这个马利波呢 可以看到画面当中 这个地区就是已经被轰炸过 两个礼拜的这个马利波 也是俄乌开战以来呢 遭受到最猛烈攻击的一个地方 根据路透社报道呢 当地的总人口数 大约是40万 这当中呢 有大部分的人还被困在里头 几乎呢 是已经快要断粮了 也没水没电 记者就直击到说呢 因为当地的死亡人数不断的增加 所以在街头呢 民众是直接拿着工具开挖 就地将这个遗体来掩埋 昨天我们被困住了一个男人 可能到45 我的伙伴 这只是一种疾病 或是一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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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件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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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疾病 人死了 昨天被困住了 今天 他死了他的母亲 可能是70岁 可能是一种多的 她也不过这些 非常感觉 心疾病 心疾病 从来到来到来 死了 那么这样战争进入了第四周 尽管双方仍然在进行谈判 那么俄军呢 还是继续地进攻乌克兰的各大城市 跟出外媒的最新消息呢 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 他20号 就是昨天的时候呢 签署了总统令 将这个乌克兰的战时状态呢 要从3月26号起延长30天 在同一天呢 泽伦斯基他也接受了CNN的专访 他表示说 他准备要和俄罗斯总统普丁来谈判 想要终结这场战事 但他也警告说呢 如果这个和谈失败的话 俄乌战争恐怕将会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准备了准备和他 我准备了准备的两年 我认为,无计划我们不能继续这个战争 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使用任何方式,任何方式 为能够讨论和谈论和谈论和Putin 但是,如果这些试图失了,这意味着, 这一叶,这一叶,这一叶,这一叶 这一叶水晨生成机,可以及时补充抗菌液 而且三分钟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晨 一瓶电解液,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晨 与病毒还有细菌作用还原成水 所以是不障害环境的,一天使用200次也没有问题 可以上快点购,下单购买